中国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号通过国家安全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是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 在内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严重涉及台湾主权问题 第一时间陆委会主委就出面强调 在大陆国安法草案的第二次审议时 就曾在五月下章会 向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表达严正立场 要大陆承认两岸处于分治的现实 我想我在上一次 在金门见张志军主任的时候 已经跟他提过了 我们是觉得这个是很不妥 我们表示我们很严正的立场 而且我们一代的声明 他们要面对两岸分治的现实 任何片面他们的 不管是法律或片面的作为 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 面对中国大陆单方面 将台湾纳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义务 朝野立委全都一致抨击 严厉表示不满 认为这是伤害台湾人民尊严 无法接受 我觉得你要来制定 那是你家的事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整个对于主权的定位 并不是说你透过中国大陆官方 你自己大陆内部的国内法 来制定 你就来要求台湾配合你们做 我觉得这个是 跟我们目前台湾的主流民意 是相违背的 而且也感觉到 中国大陆来吃台湾豆腐 这个事情事实上要向国际发声 国家的领导人 是最容易有国际能见度的 不要说民进党讲了 国民党的领导人不讲 这样就会让外界误会说 是不是台湾内部在这个事情的看法上面 有分裂 有落差 反而给对方一个操作的空间 朝野立委提出 中国大陆忽视台湾立法权 中国制定修改国内法 都无法影响或左右台湾发展 而原住民族团体同时发声 表示台湾最具有正当性 向国际发表声明 台湾这块土地是属于原住民族 而非中国大陆 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上面 最有利 最有这个权力发演的 发声的 应该是台湾原住民族 我觉得台湾要一起来 不要都只丢给 什么一些政党 执政党还是什么 这是台湾人都要一起面对的问题 那只是说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也去看看台湾原住民族 现在的处境 因为那个和 那个极其相似的情形 陆委会主委直言 大陆做法对台湾很没有礼貌 不排除再向中国表达抗议 但具体的应对办法 还无法向外界多做说明 朝野政党认为 台湾前途应有2300万人民决定 不是其他国家的国内立法 可以剥夺 而冤民团体指出 这样做法更是忽略 台湾原住民族的主体性 记者亚蒙 大陆立法院采访报道